杜蘇瑞颱風來勢洶洶 北台灣基隆雖然沒有納入暴風圈範圍 但風勢、雨勢仍相當強烈 海邊也掀起大浪 可以看到漁港船隻紛紛進港避風 忙著將漁獲卸下 波港很大 怎麼說安全第一海峽 對 安全第一 會不會損失啊 損失是不會啊 是波港大 不好做也這樣 還有人沒回來嗎 有 有 還有人多艘在外面 為什麼 因為他們颱風已經走到南邊了 朋友在外面作業啊 八斗子昌灘裡漁港的船隻陸續回到港邊 漁民們將船隻繫上纜繩 為防台做好準備 而正兵漁港內 因漁船全部都進港 所以導致冷凍車不足 因此上演搶車大戰 車子不夠 怎麼說因為廣告洩貨 怕壞掉就對了 你沒有趕快進林洞庫 這個會壞掉啊 好 你卸起來這邊沒有打林洞啊 對對對 你會擔心 很多的 量多少啊 量蠻多的 量 一條船一條船的量不一樣 為什麼是叫不到車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啦 現在怎麼講 船回來多啦 這個這個 好像說這個桌子少啊 就變成大家要搶車子就對了啦 鏡頭來到基隆市安樂區 基金一路 基金二路路段的大五輪溪 過去只要遇到大好雨 就會造成溪水暴漲 淹上大馬路店家 這次杜蘇瑞颱風來勢洶洶 雖然大五輪溪目前水位正常 但已有店家先裝妥擋水砸門 防止溪流流入店內 另外居民也被妥沙包隨時應變 那這次颱風其實是比較紮實的狀況 那我們也呼籲民眾要住好房台的相關準備 那在區公所的部分 安樂區公所已經準備了230包的沙包 那如果有必要需要的民眾 可以透過禮辦公處來跟我們索取 那目前湖海路的部分 整體的防災工程也大致完成了 那未來如果有必要的話 也會隨著北陵路去做預警性的封閉 那另外針對大五輪溪沿線的部分 包含我們中輪五輪 新輪四個里的部分 沿線有147戶 我們有配有公家補助的防水砸門 那我們也有呼籲沿線的住戶 在必要的時候要將防水砸門架起 避免造成激淹水的狀況 那這次的颱風比較紮實 所以呼籲民眾要妥善做好 我們的防災準備 以應變我們的災害來臨的情況 杜蘇瑞颱風來襲 基隆一整天都有間歇性大雨的狀況 海邊風浪大 民眾還是保持警覺 為防災做好準備 記者黃少民李亮傑基隆報導